这个太后为了报仇 不惜勾引一个小小侍卫 还怀上了她的孩子 正在盐英幸福的计划 如何与她私奔时 她却在谋划 如何利用盐英杀掉勾箭 可写在竹简上的计划 却被盐英发现 大字不识一个的盐英 当场被糊弄了过去 可事后想想太后猙獰的表情 心中又有些怀疑 干脆用自己的方法 暗中确认一下 盐英心中一凉 看来太后根本不像 是她表现出来的那样 忘记了对勾箭的仇恨 看这样子 分明还是要继续报仇 太后还不知道 盐英已经发现真相 还要继续哄骗她 她愿意和盐英私奔 临走之前只有一个要求 再见大王勾箭一面 将过去的一切尽数了结 甚至她根本没有放弃复仇的盐英 自然不可能答应 她是大王的贴身侍卫 任何对大王安危有危险的人 都不能放进去 就算是自己深爱的女人也不行 复仇彻底没了希望 太后彻底绝望了 甚至要自己动手 挺着大肚子 深夜潜入王宫 要去刺杀勾箭 盐英再一次阻止了她的作死 这个要求很简单 只是一件衣服 拿过来让她出一口恶气 或许就能彻底放下了 严英如约将袍子拿了过来 太后壮若疯狂 对着衣服又批又砍 太后欣慰一笑 猛地拿起匕首 捅进自己的胸口 她要用自己和孩子的命 逼迫盐英去杀人 一边是深爱的女人 一边是效忠的大王 盐英手拿匕首 浑浑噩噩地走到勾箭面前 勾箭也早就察觉到 她与太后的勾结 勾箭步步紧逼 既然在盐英的眼中 她已经是个罪人 为什么盐英还不动手 再给你一次计划 来 我恐怕 最长的结果